今天咱们聊聊别克世纪四座版 咱也说突出豪华 MPV又要四座 对吧 能想到谁呢 雷格萨斯 LM 没毛病吧 但是那车 动辄加较到好几十万 谁钱打方瓜来的 咱们求实惠 买这么一款车不好吗 对吧 咱说在一百万以内啊 那世纪四座版 应该是一款最豪华 配置最高的MPV了吧 不夸张啊 那这次可以说 世纪在整个外观方面 是有着很强的自身特点的 比如说这个不灵不灵的中网 看着够大 同时这个L线的大灯 还有动态效果 另外其实从前灯样式 尾灯样式 都能突出自己独特的身份 当然跑到路上 一看就不一样 哪不一样呢 双色车身 对吧 我仔细看了一下啊 像它这个放弃机盖啊 车顶啊 这真的是喷上的 只有车身侧面的一个线条 这是贴上的 当然这种贴纸效果啊 就如同那个 劳塞莱斯画金线一样 当然那个手卖太高了 对吧 那关于这款车啊 静态体验不凡 咱们之前做过详细的视频 如果你想知道 更详细的这个体验感受 可以看看那期视频 因为当时看这款车呢 还是一个试装车 很多功能还没有特别完善 那这次我们拿到试下车 不仅能开了 各种功能也更加完善了 行吧 关于外观就不用多说了哈 咱们接下来看看实用的啊 先看看后备箱空间表现 你想你拉着老板出去 老板行李搁哪呢 不得搁后备箱吗 看看后备箱呢 电动后备箱 这种配置放在这个价格当中啊 已经是太常见了 对吧 不算什么新奇配置了哈 看看后备箱空间表现啊 首先它是一个四座板 所以它会配备两个 功能非常强大的座椅 其实整个后备箱 剩的余量来讲的话 拉行李是没问题的 嗦老板上飞机 这个量肯定是够用的啊 那同时 像后备箱部分啊 它这边有一个12V电源 还有一个220V电源 可以说对于扩展能力 表现还是不错的 另外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吗 这里面是它这个 放停车牌的地方 包括那个拖车钩 都在这个挡板里面 知道配点跟点很重要啊 另外你别看这两个座椅啊 是这种就是航空座椅 但是它依旧配备了 这个耳中座椅接口 看来不仅仅考虑到老板的乘坐啊 老板孩子乘坐也考虑到了 行吧 关于外观后备箱 咱就聊这么多 接下来呢 去车内再看一看 来到车内啊 应该说来到前排 对于它是个四座板 所以中间带隔断 前面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四级专用啊 那来到车内之后啊 这块30英寸的 全体的仪表 非常细致 它是一个曲面屏 而且从显示轻易度啊 使用手感讲的话 都挺好的 那车机功能方面啊 自然就更不用担心了 你看它日常使用的语音控制 都具备 同时它也支持多个 第三方的APP 另外还有无线Coverplay功能 可以说它在这个车机功能方面 可以说表现的 还非常够全面的 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那同时像空调这个部分的控制 它也保留了很多实体的按键 所以用起来 确实更加直接 更快捷 但是啊 在里面这些功能 你需要先学习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 它能开关在哪呢 不在咱们常规的位置上 在触屏的这个角上 这个设计还是比较独特的 说明它整个这块屏啊 都是触控的 这个还是挺好的 用料方面 毕竟是一款主打四座 豪华的MPV 所以用料自然非常下成本的 基本上能看见的地方 都是皮质包裹的 这种地方都是打孔的 真皮啊 全是皮质包裹 所以说从整个配色呀 到质感讲的话 真是挺好的 那另外就是 作为调节方式 跟传统的车员不大一样 在车门上 出出了这个 比较豪华的气质啊 那咱们拿这个配置 是四座版的高配 那除了配备后面 这个大的屏幕之外啊 养日器也深入到了 21个iBoss音响 所以音响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至于储空间呢 像这种储格啊 其实这个就像是一个眼镜盒啊 然后再往下 这边有一个储格 包括杯架 无线充电 中央副热箱 就这些设置够实用 看了这么多啊 其实这些设计 都是给司机准备的 那重点 老板坐哪 老板坐后面 还得看看后排 来到后排 其实这才是 世纪四座版的重点所在了 对吧 两个独立座椅 航空座椅 输出性非常好 而且能想到的配置 都给配齐了 像日常使用的啊 加热 冲锋 按摩 按摩还提供了多种模式 所以输出性 咱就不用担心了 包括像一键躺平 一键恢复都具备 那同时啊 它后排在中间的位置 有一个触控的面板 可以说 后面90%的功能 都可以通过这里去控制 那另外还有10%是什么呢 就是云云控制了 配置方面啊 像这款车型 是高配的四座版嘛 它又配备一个 32英寸的这个 一键显示屏 可以通过这个触控板去控制 而且支持第三方的软件呀 同时也支持手机投屏 各种功能 另外 在下面还有小冰箱 它的温度是从 -6度到10度之间的 为什么这个范围啊 我判断啊 应该是能够满足 绝大多数像红酒 香槟 它的保存温度的 放冰棍可能确实不太行 在两侧 还有两个大的储格 放置一些日常用品 挺好的 那同时 在靠外侧这个装复射备 除了有杯架之外 还有手机无限充电 可以说 对于这些移动设备 考虑的也是比较周全的 我觉得啊 其实整个工作方面 就不用再多说了 咱们之前做过详细的体验 对吧 想看静谈体验的朋友 可以看我们那期视频 咱们接下来就说动态了 关键开起来怎么样 够不够舒服 对吧 后排座位感受怎么样 咱们接下来聊聊这事 好了 咱们接下来说说动态部分了 那这款世纪四顿版 首先它配备了一台 2.0系放动机 加48V的轻混系统 同时匹配9T变动箱 就是日常驾驶啊 这种车 你不会追求那种 加速的那种推背感 稳才是最重要的 光整备质量 就2.2吨多 所以是一个很沉的车型 热身驾驶 它油门设定是一种 比较缓和的类型 咱说它一种MPV 我的油门调校肯定要缓和 你不能油门反应太灵敏 那样坐着很不舒服 老板感受很重要 那同时 这种手感也是偏沉的类型 因为它要知道 你每次打转向 不要小幅度转动 车身就有反应 所以可以感受到 一切都是注重于舒适的调校风格 另外 悬架方面 可以说对于路面的 脊椎颠波过滤效果 非常的彻底了 遇到大颠簸 能感受到过滤的效果 但是整体对车内影响并不大 列科对于舒适性调教 应该是很有发安全的 对吧 从轿车到MPV 开着够舒服 那么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坐 这个车前面永远是个司机 所以 坐什么感受 咱们到后排试一试 好了 咱们坐到后排了 聊聊后排乘走舒适性了 其实这里才是最重要的 老板的感受很重要 老板掏钱了 先说整个座位舒适性 非常好 对于身体贴合度 做得很好 那同时 整个车的底盘 滤震效果 是非常出色的 对于一些 系列颠波 可以有效过滤掉 遇到一些大的 它整个过滤效果 也是比较干净利落的 可以很不责任的说 这个底盘呢 舒适性 包括乘坐感受 比我们之前拍过 上一代 奔驰S那个要更好 那个却有点呼呼呼呼了 这个感受还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 就是隔音效果了 其实跑起之后 整车 车内的进行效果不错 但如果跑快之后 能感受到一些轮胎的 噪音还是有点的 但整体对车内影响并不大 我觉得花了六七十万 想买一个大空间 配置高的四度MPV 我觉得这个表现 符合我对于 这个车型的预期了 行吧呢 舒适性 聊完了 最后呢 就是享受时刻了 打开VIP座椅模式 咱们就可以享受一下 R1个扬声器的爆层音响了 咱说花个六七十万 想买一款空间够大 够舒服的MPV啊 不在乎座椅数量 四个座的话 这块实际四座版 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包括驾驶 也能感受到那种舒适的感觉 开这车 挂档方式 都很有美国当年怀的那个感觉 对吧 先往里拉一下 然后拨动一个拨杆 我觉得拨杆如果坐在再大一点 就会更有意思了 确实从整个配置来看 包括舒适性来看 咱说在六七十万这个价位当中 还真的没有哪个MPV 符合这个价位 包括这些配置的表现 对吧 你看包括奔驰V几 可能卖到五六十万 但是配置没有这个高 舒适性相对一番 你要再往上的话 像阿尔法呀 威尔法 他们价格基本就一百万了 所以说在六七十万 想买一个配置丰富 够舒服的MPV 确实选择不多 这时候就可以看看试剂了 当然它除了四座版之外 还一个六座版车型 那六座版用的感受如何呢 有机会咱们再聊一聊 行吧 咱们今天关于别客 试剂四座版就聊这么多 还想不证哪些新车呢 评论区给我留言 咱们再聊一聊